大家好,我是大昆,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五香花生米 准备了一些东西 这里有二斤条辣椒,灯笼椒,花椒,八角,桂皮,盐,五香粉,鸡精 然后还有香料,这是丁香,准备这些东西,下面咱们准备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生米给它放到一个碗里 把这个花生米都放到这个碗里 然后加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 这个是二斤条,两个二斤条,然后两个冬笼椒 然后这个是花椒,桂皮,把它全都倒里 盐一定要多放一些 然后加入温开水,这是温水 让这个水没过这个花生米 然后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不太好弄 好,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放起来之后,咱们静置一小时 等它这个花生米啊,吸收这个咱们这个料水里面这个水分和这个盐味之后 完了我们进行下一步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 这个花生米已经被泡得比较大了啊 应该是之前体积的一倍了 所以说明它这个料水已经充分到这个花生米被吸进去了 我们来进行下一步 那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这个是空气炸锅里面的一个网子 内档 它能在那个锅里转,让这个花生米瘦得均匀 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花生米先装进去啊 把这个花生米都放到这个笼子里 把这个花生米都放到这个笼子里 它好像是有一个轴在中间 我们先把这个轴 我们先把这个轴 它有一个这个轴 这块有一个凹槽 对准这个螺丝眼 然后把两头这个螺丝锁紧 然后把两头这个螺丝锁紧 这侧 将它固定住 好 我们继续往里装花生米 把这个花生米全部装进去 这个料也可以带着装进去 没关系 继续啊 拿了一个照理 花生米有点多了 把这个放上 好 放上 把里面的水分 有点太多了哈 应该没啥问题 因为它是转的 好 进行下一步 多烤一会儿 下一步啊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 家里没有空气炸锅的 用那个 正常咱们做饭的炒勺 还有那个烤箱 都可以啊 把这个 把这个桶装进去 好 好 OK 我翻了 怎么翻了 那个 转的那个 细的那个 大的那个 铁片 不是吧 确定吗 这边搁闭闭 嗯 它不是有个花吗 嗯 好 这样吗 好 通电 错了 电方锅通电了 哈哈 这个拔了吧 然后我们温度调的稍微低一点 因为它比较多 先调一下温度 温度150度 150度行吗 150度 时间 时间先调个10分钟 开始 现在这个锅已经热了啊 上面那个玻璃上的水器下去了 大概能看清里面的样子 它正在转了 这样能使那个花生米受热均匀 它这个空气炸锅就是一个 就是把食物加热 然后产生那个水器 被里面有个大功率的风扇带走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让它产生那个就是 炸和煎的那个口感 相当于一个小烤箱吧 家里没有的可以用烤箱 原理是一样的啊 就是温度低一点 烤完之后再翻一面烤 花生米这东西不能着急 一定要慢 我们稍等一会儿啊 让它烤着 我中间又加了三十分钟 现在应该时间差不多了 拿出来看一看 听这个声应该差不多了啊 把它倒到盘子里 倒出来啊 倒出来亮一下 还是不错啊 先给它亮一下 让我来试吃一下 好这个五香花生米就完成了啊 刚才这个盘子有点小 换了一个大眼的盘子 让它方便散热 它凉了之后 现在就是酥脆的啊 我现在试吃一下 非常酥非常脆啊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